可以啊 可以啊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好小波克斯 我是劍豪 我是劍仁 來 我們又改進了 一集比一集更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漂亮的7 下次會變成65吋的電視 這是7 其實電視在影像中還是有 因為你如果是固投影然後要錄到影 好像就根本投不上去 對啊 真的 沒辦法啦 電視還是有好處 65吋的話會變成這邊全部都是螢幕 你覺得什麼時候才會出現跟紙一樣薄的電視 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了 就是那種 就是Flexbow什麼OLED 那也沒有那種薄對不對 很薄啊 它是很薄啊 而且他說它可以折軟 很軟 非常軟 那應該普及的話可能十年吧 但要那個幹嘛 對啊 我也在想 我剛才在想這件事 期待 要在幹嘛 是什麼 我可以把它折起來 然後帶出去嗎 我不知道 而且貓咪會不會直接把它一拳揍破 我只比較期待說 如果到8K普及的時候 就是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這是看到電視裡面的人 就好像可以弄得好像他就在你的面前 這樣這麼清楚 到8K有沒有 甚至10K的時候 其實4K剛出來就有這樣的感覺 那個時候 那個李安他們拍的那個 比利林恩 比利恩 雙子殺手 他那個時候視覺感就已經有一種 沒看過的感覺了 就一種 有 我那時候雙子殺手是去電影院看的 我自己去看 喔 好難看 哈哈哈哈 因為他那個有點太 那個很奇怪 那個觀看體驗完全不一樣 跟看一般 是因為我們習慣了那個原本24幀的那個 是習慣 真的是習慣 因為大家會說他那個幀數120幾 會沒有電影感 對 對 我那個時候 比如說比較好的電視 比如說看那個環太平洋或什麼 你會突然間覺得好假 對 那個道具感突然變得很明顯 那時候一開始剛進4K的時候 對 藍光 然後藍光放進去的時候會有一種 好像科技不要進步也沒差的感覺 不過其實如果他不要 就是你不要弄科幻的話 你把一般的敘事片或是劇情片的時候 好像可能會好一點 對 對 就是你會覺得哇那個人真是栩栩無聲 但 一樣就是那時候在看比利林恩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個威秀 台北金站威秀 還為了要能夠播運動物片 還有特別 升級設備 然後那時候為了這個去看 然後看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 我沒看過這樣的電影 的感覺 一個習慣 但你要說他好看嗎 這是問號 因為不習慣 反而不習慣了 真的 所以如果接下來是在從小 就讓他看120幀的電影 他會不會其實反而過來看24幀 他一定不習慣 他一定不習慣 因為李安訪談自己就講這件事情了 他說他現在很難回去拍24幀的傳統的電影 他竟然拍一次就屌了嗎 他拍兩次 我覺得會耶 就好像我們玩電動啊 我們玩30幀 玩到60幀的時候 你60幀的遊戲 你回去會覺得 李安是個電競狂 你會覺得30幀怎麼那麼慢 高刷 對不對 你會覺得30幀這樣 虎虎慢慢的這樣對不對 對啊 真的需求是這樣上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電腦非常爛 但我還是硬著頭皮玩512 然後那時候512我是那種螢幕 它沒有辦法完全顯示喔 因為我那時候是用舊型的螢幕Monitor 然後它旁邊會有一半卡一半 然後完全顯示不出來 但我還是硬著頭皮玩玩玩 然後那時候幀數也都在20幾幀左右而已 很慢很爛的幀數 但還是玩玩耶 那現在任何一個只要掉到20幀30幀 你就會覺得 好慢喔 這硬體很差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為什麼健康很難再找到新的女朋友了 不是 不是 這什麼重點 這什麼有減入減難 這不是重點 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而且你這樣講會這樣誤會 大家會紛紛敲碗說 那上一任女朋友到底是什麼 不是重點 但現在在爭議下面 年輕貌美這些事情有沒有 只能越越年 你只要看超過30歲 你就不習慣了是嗎 不是 不是 這點我必須要澄清 不要那多 不是 我告訴你 不要把年紀講到4K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30幀跟20幀 那我要起120歲的嗎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我要澄清一下 不是找年輕的 不是 真的不是 是因為 同年紀的 大家在我們這個年紀 已經 神神都進到另外一個階段了 我等於是 錯過了上一半車的人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 沒房沒車的 對 大家同樣都三幾歲的話 很難跟你有這個過程 你有想過截車嗎 截車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破壞別人的婚姻 而且我跟你講 到我們這個年紀 很多人上了車 又下車了 沒錯 像大區就是 他一直腳在車外 沒有 互相陷害 什麼叫完全上車 結了婚又生小孩 就是完全上車嗎 算了 但他也有可能下車 所以結婚只是一半 結婚只是一半嗎 我懷疑你在開車 但我沒有證據 我順利把這個焦點轉移走 對 所以概念是這樣 我只想曾經這件事情 好不好 緣分緣分 我相信感情是緣分 我們都是玩笑話 還是尊重女性 尊重女性 對對對 我相信一切都是緣分 一切都是緣分 對對對 絕對沒有什麼 4K跟就是 4K就是20歲 1080P就是30歲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可是1080P 40歲應該比較好看 不行 這一集會被取消 第七集就被取消掉 不是 感情是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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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感情是緣分 所以緣分在哪裡 對啦 對啦 緣分的大尾 大家可以好好的用這個4K畫質的 就是Podcast的錄像來觀察驚豪 沒錯沒錯 一定要講畫質 怎麼從哪流到這裡 誒 誒說實在真的是有時候 你不覺得就是已婚的人 好像有時候一些話題更放得開了 就是因為你好像也沒有什麼 好失去的 好失去的 對 明明就有的失去吧 為什麼沒有好失去 明明就還是有東西可以失去吧 不會失去 只會慢慢死去 所以我的狀態是 但是我還要老一些給人探聽的概念是這樣嗎 老一些給人探聽嗎 老一些給人探聽嗎 就是以前不是會這樣講嗎 老一些給人探聽 所以不太能講那麼開是這樣嗎 本來就是形象要顧啦 這句話背後意思是這樣 對 所以給大家一點形象這樣子 已經結婚就不用顧形象了 所以形象這件事情 終究只是為了求偶才產生的事情 你不覺得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嗎 我有一個發現有個現象 我自己覺得蠻普遍的 就是很多男人結婚之後 就會開始慢慢的不顧身材了 就有個爸爸一樣 就是媽媽吧 李葉先生也不顧身材啊 甚至連頭髮都不剪 他是有愛心 他那個頭髮是要捐的 你不覺得很多時候都這樣嗎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 但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求偶 因為你穩定了之後 你必須 因為你如果還是在求偶的狀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照顧下一代 所以你的身形會自然的變形 變得就是更容易居家 更適合照顧人的樣子的感覺 就你已經不是去狩獵的狀態 你在笑什麼啦 你笑什麼 不適合去狩獵的狀態 對啊 所以就是在家當小白臉 不是啦 就是可能身形會變啊 或是什麼 因為就像以前 求偶就像孔雀一樣嘛 就是瓶要很漂亮或幹嘛 但可能真的結婚了之後 你就不用像孔雀那樣啦 前一陣子網路影片不是很多嗎 就是以前這個老公很帥的照片 然後現在再拍一下現在老公 躺在床上這樣子 然後摸我自己的肚子這樣 以前是個大帥哥 然後結婚之後 完全變得另外一個樣子 變老大叔 對 真的會有點這樣子的差別 確實是吧 這樣才能進到一個穩定的狀態吧 這就是為什麼演員會 越來越胖 沒事啊 突然發現自己在挖坑給自己跳 挖坑給自己跳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啊 聊這什麼東西 聊到這邊已經快十分鐘了 我們好像是什麼 有簡入生意 不是不是 我們從電視聊到這裡 這題主題不是這個是不是 主題不是電視齁 這題主題不是 我們這一集到底要六首 延續上次的 我們姑且就叫這一集 叫第七集 什麼上次討論 我們上次不是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關於做喜劇 要做原創 或者什麼這些 我們受到哪些東西的影響 對 為什麼非得要做原創不可 對 然後來聊到熊仔 熊仔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們想要仿效 就是美式情天喜劇 做到出來的一個系列 那你們有自己 特別喜歡的美式情天喜劇嗎 其實大家能看的 有看過的應該 就不外乎是那幾出吧 什麼六人行 其實情劇其實真的很多耶 情劇其實真的蠻多的 但確實 比較容易說出來 大家會知道的 可能就 比如說六人行是一定的嘛 然後還有就是 求愛總動員 對 好 最愛總動員 老爸老媽浪漫 也有這個翻譯 求偶總動員 還有生火大爆炸 對 也是宅男行不行 宅男行不行 對 現在有時候真的要講出一個片名 真的有時候真的會被影響 你會有香港翻譯 中國翻譯和台灣翻譯 對 你就會不小心講成另外一邊的 像上次我們講那個大話稀有 那個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對 哪一個 對 台灣不是叫大話稀有嗎 台灣應該不是叫大話稀有 我記得叫東游記 東游記 東游記還是什麼 齊天踏勝東游記 對 東游記 東游記 西游記 老殘游記 腦殘游記 對 那六人行 我說到秦淨喜就反而是覺得 我反而覺得 因為以前秦淨喜 美國那種每次秦淨喜劇 因為他是從 就是 攝影棚拍 然後他其實不追求真實感 所以他其實會有很多罐頭笑聲 因為他希望笑點 觀眾是可以 臨時他的catch到這次笑點 所以就是 劇中人講完一個笑話之後 會停一拍 然後會有罐頭聲 哈哈哈哈 或者那個聲音其實就是 現場他們會舉牌說 請笑 對 那是那種很老 那種風格就會覺得很老 但其實現在 比較講求真實之後 就是不這麼做了嗎 欸你有 你有沒有 就是像 比如說像流人行啊 我有試過 就真的就是 不管那個笑聲的話 欸 真的有差欸 真的會 原本的好笑 真的會降低很多欸 就是 所以那個笑聲有點像是安世 對 而且我 而且這件事也會讓我想到 很多作品 其實我們到劇場看 會覺得特別好笑 是因為那個笑聲是有感染力的 喔對 真的 你不覺得嗎 而且我們也會在台上笑給你看 哈哈哈哈 大家就知道 幹這邊很好笑 哈哈哈哈 連有人自己都笑了 哈哈哈哈 快樂會感染 欸真的欸 雖然後面就是 越來越現代 越近代的行李喜劇 好像有時候就 就不會放那些笑聲了啦 對 就是他們呈現笑點的方式 可能也會有一點不同 比較精緻 對 但是 就是一個氛圍啦 氛圍 對 那六人形我真的覺得我在看的時候 我 把聲音關掉或是說把那個笑聲拿掉 我真的覺得會有差欸 差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趣欸 這個 這個氛圍的東西 引人發笑好像還有一些輔助性 但就很妙喔 因為這種東西會隨時在演進欸 所以你如果現代再回去做六人形 你做不出來的 真的齁 就是你在做那個笑聲 你在插入你一定老 但因為他們有時候聽說是有那個笑聲的時候 真的就是因為他們是現場錄影 對 所以他們絕大多數其實收的都是現場觀眾 在看的時候的feedback 不過我自己也有在想啦 會不會有些時候是因為 畢竟美式的笑話 如果我不是就是 文化啊 對 我不是native speaker 我有可能就不見得會 那麼快的時間 就抓到他在講什麼 而且可能也不會相對來說覺得那麼好笑 對 而且有時候你 像如果你知道英文 用英文的角度去聽笑話 會真的比你看翻譯聽那個笑話 會差蠻多的 會真的差蠻多的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說這翻譯沒有翻出來 對 那他很明顯可能就是一個雙關 或就是一個雙關 對 可是他用那個語音語意去翻的時候 你很難翻出來他在講什麼 說到這個很有意思耶 我覺得比如說 這似乎也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喜劇啊很難跨越國界 尤其是語言性的 對 語言性的 沒錯 我記得之前有一部片有發生這個事件 就是那個 動物方程式 他那個時候的翻譯 就是那個 翻譯好像有刻意的希望 能夠把他的笑點轉譯過來 所以他把 英文的笑話 轉換成 中文的笑話 然後可能刻意有 用一些巧思 要讓那個語句啊 或什麼 有一些 放一些笑點在裡面 對 然後觀眾有蠻多人 會反映說 他這樣反而阻礙我看這部片 啊不對 之前那個媽的多重宇宙 就有這樣的狀況嘛 對不對 對 就說翻譯的人太自以為是 對 他加了太多自己的詮釋進去這樣子 真的也會有影響 這個真的蠻困難的耶 就是笑話你到底怎麼翻 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到底是怎麼翻才會 就是你要讓不同文化的人覺得好笑重要 還是他其實必須要表達原本的笑話的意思重要 都很難很難抉擇 也看風格啦 因為像比如說 我覺得有一些喜劇它是情境好玩 所以不管角色你就算不熟悉它的語言 你看翻譯也可以知道 這個情境會讓他們很荒謬 你就會覺得好玩好笑 但是有些時候像好笑很難去國外演 就是因為他很多的笑點其實是建立在語言上面的 對 所以他如果沒有 建立在你是台灣人身上 對 除非他是台灣人 不然他很難catch到我們這邊設計的笑點 而且他有時候牽涉到諧音嘛 剛才你再講 如果牽涉到諧音就會讓一切事情變得更複雜 對 對 所以上次講說那個腳本我們很難 很難留下來 如果裡面寫諧音 你真的看這是什麼 而且角色突然蹦出一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 但是他是笑話 對 但那個笑話他已經有點太跳躍 對 因為他是為了符合某種諧音而說的情況之下 你如果落筆成劇本 他就真的只是亂寫 對 那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真的 六人行 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次看六人行是 那時候Cures在台南排戲 然後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住在台南的排練場 然後 因為沒時馬會放假 然後早上10點排到晚上10點 然後中間放飯休息 大家就會用PS2 然後放那個DVD光碟進去看 然後就是那時候看 我覺得六人行根本就是 喜劇表演教科書 對 因為他那個節奏在那邊完完全全 你就知道什麼叫喜劇節奏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建議就是 我都叫學生去看 他說沒有看看不懂或不會看 現在聽到沒有看過六人行的 我就想 蛤沒有看過六人行 Oh my god 你這樣講真的耶 他真的是一個喜劇表演教科書耶 嗯 你基本上如果譬如說今天有出一本書 叫做喜劇十八招 你就會在裡面看到那十八招 怎麼樣被排列組合 被用這樣子 不同的角色 用不同的招數在玩 其實都是一直在重複同樣的東西 對對對對對 其實蠻厲害的 就那幾個規則 然後玩了這麼多 嗯 所以我建議你建議 李彥你有看六人行嗎 沒有啊 他連坐青史都沒看了 其實老實說 難怪你真的 你講漫才你表演要多看一下 但老實說 老實說我也沒有看六人行耶 真的喔 我其實也沒有看 你可以吃 考慮就是以後吃飯的時候 看個一集這樣 對啊 你就會屌了 欸這真的蠻厲害的 六人行是大家可以一看再看 一看再看一看再看 一看再看的東西 我看了四次吧 真的喔 我看了四次 因為我看 我追的比較情的 之前可能是brooklyn奶奶 那個荒唐分局 對那個我有看 我覺得很酷是brooklyn奶奶 我反而比較看不下去耶 我會被攻擊 我有看brooklyn奶奶嗎 我也沒有看 因為brooklyn奶奶 我覺得確實他不是一直都walk 真的嗎 他不是一直都walk 然後他能夠一直看下去 對我來講 就是也是 因為我覺得情景劇他 因為他皮膚都夠長 所以就是 當你對這個角色有興趣 或者是 你對他的好感度夠 你就會容易買單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差 所以我覺得其實brooklyn奶奶 對我來講 第一季第一集也不好看 但我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意外地 就開始看第二集 然後他有時候就是 有一些片段很walk 對我來說好像 那角色對我來說 有一種 比較自然的狀態嗎 對啊 因為兩個路數真的是不一樣 路數真的蠻不一樣 因為brooklyn奶奶是 他套了一個指人品 因為他們要套一個角色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那個角色就會讓我覺得 這個警察會這樣嗎 對對對 的感覺 特別一開始你沒有抓到 他們的戲劇邏輯 或者是風格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要把他當什麼東西看 就是我要把他當成是 我要認真的 看待這些人嗎 還是他們 還是 這算是鬧劇 但如果你以鬧來說 他們好像又不夠風 就還在抓那個 我相信他是很好的作品 我相信他是很好的作品 只是我沒有看而已 我趕快替自己找個台詞 我也是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 但是你知道六人行 他們每一個人的那個 就是太自然了 然後那個表演的那個拍子 又是這麼的好像專屬他們 對 所以大家很愛之餘 我覺得對演員有一個硬傷 是他演完這個很難演別的 你會覺得他在其他戲裡面 都會覺得等一下 你不要裝了你是Ross吧 或是你是BB吧 會有一種這種感覺 他好像沒辦法抹掉 大家對他們的印象 而且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他們在六人行裡面的那些節奏感 還有表演的就是他們的口條 或什麼的就是他本人 這個演員生出來的 所以他那個東西 他是改不掉的 就是這麼自然的原因 這個角色習慣就是你這個人的習慣 所以他到別的地方演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節奏還是有點像 有點像那樣子在演 對 真的蠻特殊的 他們其他也好像出了 那給你選 一輩子就演這樣這麼紅 但那一齣戲夠養你一輩子 當然是就是演這個啊 對不對 我覺得作品不再多 就是要再有一個 基點 我覺得真的要影響夠多人 那個作品真的是 像像鳥三明 他其實作品也不多 很多都反編嘛 對 但一個七龍珠就讓他就永遠是個大師 永遠在山的最頂端 對 真的蠻厲害的 山的頂端 但我其實突然在講情形喜劇嘛 然後剛才再講到說 情形喜劇其實你 不同年代看起來都還是有年代感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在當代啊 我就是這 今年 這兩年看到有個作品有超級經驗 就是 也是剛好這次那個愛美獎 拿了一堆獎這樣 就是大雄餐廳 大雄餐廳 我到現在還沒看耶 大雄餐廳很厲害 大雄餐廳的時候超好看耶 大雄餐廳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耶 真的喔 我非常驚訝的點就在於 其實一開始看我會錯誤認為 它是情形喜劇 可是看到後來你會發現 它是在情形喜劇的框架裡面 放了很多以前的情形喜劇 根本不會放的議題 他比如說他已經在談就是 焦慮症 然後他在談就是憂鬱症 談自殺 談一些很重的議題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這些人很荒謬 然後他們就在從一個主要的場景裡面 在那個餐廳裡面 然後所有人 你說它是情形喜劇 你是從哪邊有吃到它去 因為我從看第一集 我就不覺得它是情形喜劇耶 這個很有趣喔 因為我後來就在想說 它到底要不要算情形喜劇 我真的是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是有誰把它分類嗎 是艾美甲把它分類的嗎 艾美甲的分類它在分在喜劇 它是喜劇類的作品 但它是情形喜劇嗎 對這個就是問題了 因為你要符合情形喜劇的定義就是 我們會說情形喜劇的定義就是說 它有一個主要場景嘛 然後有每一集都會出現某一些固定角色 然後可能是這些不同固定角色 誰的主要故事或主要事件 然後這些角色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跟他們互動的次要角色 那這些次要角色可能都不是每一集都出現的這樣 但你都還是會知道說 比如說像布魯克林奈奈為例子的話 就是說都有就是那個警局 然後會有就是警察 然後主要哪一個警察 然後他的同事 他的太太也是警察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長官 然後大家都在那個辦公室裡面出沒 然後盡盡處處 那是一個主要場景 然後大宗餐廳其實也是啊 他就是在那個 那個那一間 線路在那間餐廳裡面 然後特別主要是他的後場 就是廚房 然後有主廚 然後就是有人做甜點 然後就是有人是負責外場的這樣 然後他們也都是 每一集其實都 都有一種固定的狀態 比如說他就是因為是一個很粗的粗人 然後很容易跟人家起衝突 跟發生爭執這樣 然後有一個就是他 很有天分 但是他很想做 很有夢想想要做甜點 但他沒有經過正規訓練 所以他最後都會搞砸 他其實都還是有這些 既定印象跟既定的狀態 你這樣講完這些元素 的確他聽起來像是一個情境喜劇 所以看到後來就有一種 他到底要不要算情境喜劇 我自己就會懷抱問號 然後他就很妙 就會讓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作品他 你要說他是情境喜劇也可以 然後對我來說 他已經有點像是套了情境喜劇的皮 但他裡面的東西已經超過 就是他單純的在講笑話 他很多東西對我來說就是 戲劇 所謂的drama的戲劇元素在裡面這樣 這個我就覺得 我以前沒看過耶 而且他拍法也很不情境喜劇啦 說句實話 對 因為情境喜劇不會有那麼多b-roll 對 他有超多b-roll 他一開始第一集開始 一b-roll多到一個炸裂 就是切出來的外面的畫面 主要情節叫A-roll 然後切出去 比如說我們特寫 我手拿杯子 這就叫b-roll 類似吧 我不曉得我沒唸過電影戲 這只是一個概念 你也剛剛舉手是要叫他解釋嗎 對我來說就是切出去的額外畫面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整個畫面就是主戲 然後如果帶一些特寫 可能就叫b-roll吧 應該可以這樣說吧 或是你也查一下 我不知道我 我這是沒有 不學無說 可是你要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近代啊 或者是說近年比較新的情境喜劇 其實b-roll都很多欸 b-roll都很多欸 我覺得他們是有 我自己感覺是 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慢慢進化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情境喜劇多少 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有一種簡單感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就像你講的 他可能就是不會有這麼多b-c-d-roll 這樣子一直在穿插 你講進化真的是 因為我看到我餐廳第一集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說 欸你說這是影集 我還真沒看過這種影集 對對對 那當下是會被嚇到 那時候我記得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在這邊 留下來不知道幾個人 然後我們叫披薩來吃 還幹嘛 我在那邊用投影機看了第一集 然後我回去就把第一集看完了 超強欸 那個很強欸 那個 你很難講他媽 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 做創作就是這樣 做出人家沒看過的東西 就是對我來說 他的元素或他的框架 他的角色選擇是舊的東西 對我來說 因為那這種元素組合起來 剛才這講嘛 就是既定的主廚 既定的甜點師傅 然後既定的副大廚這樣 這些東西都是固定的 元素都是固定的 但是他怎麼會講成這樣子 他故事怎麼會講成這樣 所以簡單講 是不是就是 雖然你說他其實是骨子裡 是這個玩意兒 可是他的技術 他的拍攝方式 敘事方式 都升級了 所以會讓你覺得 還好像他是另外一種樣貌 這樣的感覺 對對對 對 就好像今天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 穿著西裝 比頂 我們就好像升級 我們是另外一個樣貌 但也有 但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 舊瓶裝 新瓶裝舊酒 舊酒 新瓶裝舊酒 才對 舊瓶裝舊酒 新瓶裝舊酒 舊瓶裝舊酒 是新瓶裝舊酒嗎 舊瓶裝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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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看 比喻 雖力求革新 但仍無法掙脫 置物 只能拘泥在舊油模式裡 表達心意 那這樣好像不能形容大雄餐廳 沒有 我剛才要講的就是 剛才東哥講說 我們穿西裝 是不是就會有新的東西 沒有啊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我要說是我們 我要說不是大雄餐廳 對不起 我們不可能變大雄餐廳的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我看著這些東西發展 就會覺得 哇 覺得好可惜 台灣好像 才一堆人好像 有前一陣子 就想要做清洗劇 但你看到他們的清洗劇 已經在進化了 這樣子 敘事的方式不一樣 就那個東西都是新的 就好像 就是單口喜劇 也是他們已經發了很久很久了 可能甚至開始有些變形了 對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開始流行起來 也沒有不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 慢慢的我們應該也會找到 自己的風格或方式 我一直覺得有一件事 我覺得韓國真的很厲害 韓國 你不覺得韓國嗎 他的戲劇 還有我覺得最明顯是音樂 他們音樂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直接把美國那些概念 啪的啪的過來 但是他直接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而且更會包裝 對 男團女團一直拼命出 但是就是很厲害 他們一開始也是從模仿開始 對 真的是模仿開始 這就跟我在某一集在講 我在考研究所一樣 就是先模仿伊恩麥克連 然後再做出自己要的樣子 但這個真的是韓國厲害的地方 因為之前也是聽過他們的音樂劇 之所以起來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都先跟白老匯買版權 買什麼絲妝 我們買那些什麼就是 Into的物詞這些經典作品 進韓國 然後他們就硬著頭皮把它翻成韓文 然後硬唱 可是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 他其實慢慢就會學到 他的曲式結構這樣 他們之後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複製再造新的曲式結構 但我覺得 這是你聽韓國老師上課講的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就是我覺得 其實台灣人也都想這樣做 但是政策有差 我覺得韓國這國家 也許也因為他們有成績 所以才會大力支持這件事情 讓它越來越大 甚至它變成已經是韓國的一個特產了 誰說特產 一到原本就長在那裡了 也可以自己發展出來 沒錯 所以台灣人也一直在找所謂的台灣特產 到底是K-POP創造的價值比較高 還是台積電創造的價值比較高 如果二選一 你要台積電還是要K-POP 這個很難選 以我來講當然是要K-POP 因為我不在台積電工作 要T-POP 可是台積電沒有的話 差很多 對啊 台灣這整個戰略 都沒了 對啊 奈米 現在還在16 之類的 我們努力 但台積電更要持續 好不好 我們就是台灣人 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羨慕其他國家 我們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不要二選一 我們要我全都要 沒錯沒錯 台積電只要一直在 我們總有一天會到那邊去 對不對 對對 但是他們如果少了三星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要做出能夠影響 一個全球一個世代的人的情景喜劇 聽起來就有點難 光是諧音梗就走不出去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這個就是三個大叔在那邊 沒有沒有 全世界都要說中國話 說中國話 台灣人的諧音梗 他們搞不好也聽不懂 對啊 可以吧 反正我覺得這個 這也是一個優勢 也沒有不好 就是我們的特色 比如說你叫JGBT寫諧音梗 都不會寫 真的耶 電腦會當機 對 全世界 最近在跟JGBT合作寫劇本 這件事情才意識到一件事 JGBT沒什麼想像力 他可能比心盲證人 還沒有想像力 我現在馬上問JGBT4 請說一個寫音笑話給我聽 好期待喔 他會講出什麼 他不會連寫音笑話都不知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他是隨便亂生成 還是他其實是把 某一個國家的語言 印翻了中文 所以他就說他是寫音笑話 有可能 有道理耶 對啊 他說不定他原本真的是 那個國家的寫音笑話 好 那我先說 請說一個寫音笑話給我聽 然後我等一下再說 請說一個中文寫音笑話給我聽 我看差別會在哪裡 有一天海洋生物們 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聚會 所有的魚都來了 但是當宴會快結束的時候 魚們 魚們 魚們發現 章魚不見了 他們在四處尋找 最後在角落裡找到章魚 正在忙碌的給大家做飲料 這時候一條小魚走過去問章魚 章魚 你為什麼這麼忙 然後呢 章魚回答 因為我有八隻手 所以我在這裡八方忙 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寫音笑話 他在下面是要解釋喔 他解釋了 因為這是一個寫音笑話 因為在中文裡 八方忙和八方忙碌的忙字形 八方忙碌 這一定是翻譯吧 八方忙 八方忙 而且他還說中文欸 可是他說他是中文欸 對啊 奇怪 陳瞎掰 我再請他 我請他寫一個 請你 說 一個 中文 欸我發現我們會錄這個 就這樣卻必須 邊講話我們唸出來就 哈哈 你找了是不是 你找了一個 喔你也又找了一個啊 好 你也是用繁體中文敘事邏輯 給我一個一百次內的寫音笑話 有一天電腦跟計算機發生了爭吵 電腦說 我功能多你比不上我 計算機說 那又怎麼樣 我至少不會中毒 這個時候旁邊的病毒聽見了 他很不高興地說 所以說我只會找電腦麻煩 我也可以讓你計算機率出錯啊 此話一出大家都笑了 因為病毒不僅擅長 擅長找電腦的麻煩 還會玩文字遊戲 讓計算機率變成了雙關語 我覺得喜劇 我覺得喜劇演員 暫時可以不用擔心自己沒有放完 我告訴你我要講 我們之前有想要拍一支小短片 就叫諧音救地球 就是當全世界都被AI統治之後 他們是會被諧音笑話給弄爆的 會燒爆的 故事開始就有兩個人在咖啡廳 喝茶的時候 一直講閒音笑話 結果旁邊周遭等 越來越不對勁 然後他們都突然燒焦 他們才發現 原來這整間咖啡店 除了他們外 都是機器人 然後故事就此展開 不要抄襲 有人抄襲 然後他媽就搞你 好霸道喔 我在跟大家分享 真的 很酷耶 我覺得地球要毀滅的 AI要統治人類的時候 他就是閒音笑話 講得非常好笑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過有一個人 他會走在國外的路上 然後跟他說你喜不喜歡諧音 然後他說你喜歡的話 然後你就隨便舉一個 比如說你說籃球 然後他就講一個 跟籃球有諧音的笑話 他是即興發展的 然後他一路下來 就是說好像在街拍 然後你說你喜歡諧音就要喜歡 然後他講出來 他可能是把walk的剪出來而已 但是他真的就是當下請那個人 隨便生一個詞 他講一個諧音 我覺得蠻屌的蠻酷的 是用英文 英文他是講英文的人 我覺得很酷 超適合這個計畫 他講一個詞 我們一定要把他講個幾句 可是有點難吧 而且這個幾率八成 有可能就真的不好笑 對啊 你可能十個才會中一個 因為你說一個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他們 可以啊可以 吃吃看 牛肉 牛肉 呃 我悲傷的時候流露出 背傷的表情 欸 我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樣的欸 欸蠻好笑的欸 流露 這個企畫總覺得 變成某種環島計畫 我告訴你這個企畫只有我們可以做 誰做我們告你 哈哈哈哈 現在什麼東西都要 都要mark起來 版權有一個C這樣 一個C這樣 Copyright 我們要環島做諧音 喔天啊 來吧 諧音中 欸這才是做實境節目的料 哈哈哈哈 這個 諧音大王 我們還可以辦一個 欸文車院現在不是在做什麼節目嗎 什麼 什麼新創節目 非劇情節目開發 我們來做一個諧音大王好了 哈哈哈哈 好像可以投一下 你剛剛講那個 那個片名叫什麼 諧音什麼 舊天舊地球 諧音舊地球 喔 諧音舊地球 喔 就是邪靈入侵 喔 對耶 邪靈入侵 真的耶 恐怖片還不錯耶 修仔是不是要叫諧音 邪靈入侵 就是 鬼一直會在你耳朵邊講雙關笑話 哈哈哈哈 哈哈 雙關鬼 很煩欸 對啊 煩死了 嗯 你知道為什麼你會很煩嗎 因為我講的是 反體中文 哈哈哈哈哈哈 煩不煩 超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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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有一個諧音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好煩喔 你們真的應該要去做這個耶 而且 煩你的肉體 煩你啊舅舅 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又從哪扯到這裡來 對我也不知道耶 從諧音 我們諧音之前是嗎 卻音 切GPT 切GPT 剛用GPT 但怎麼聊到GPT的 呃 台積電跟KPOP 喔台積電 台積電還是KPOP 喔 對啦 我覺得我們就努力發展 我覺得台灣也都有慢慢做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因為資本在 在韓國發展的時候 你說台灣的諧音有慢慢做起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 你知道有一家 那個賣雞肉的叫台積電嗎 台積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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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雞肉湯的 那個什麼烏骨雞湯啊 什麼麻油雞湯的 我之前還看到一間賣布朗尼的店 叫布朗尼哥 哈哈哈哈 不行 特別這樣不行耶 哈哈哈哈 還有那個啊 那個夾娃娃店啊 夾拉 黑夾拉 嘿夾拉 夾拉 善夾郎 善夾郎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 逃不了寫音效話啦 台灣全世界其實都有啦 全世界都有寫音效話 幹嘛看不起寫音效話 哪一個世界 我請大家就是 你如果學習很多種語言 我們如果有學習不同種語言的觀眾 你如果真的很少聽到你的語言 有寫音效話 請你留言告訴我們 我很好奇 到底哪一個國家沒有寫音效話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 你們還記得 前年嗎 還去年 就去 我們一起去東哥 老家 對 彰化啊 對 根本諧音之香啊 對 那個時候我就體會到 覺得彰化是諧音之香 還開一點玩笑 對 後來我發瘋 我想我就密 我在美國的朋友 我說欸 紐約 有多少諧音 他說 沒有很多欸 怎樣 然後我就拍了 我就是在走一百公尺內 把我所有看到的行銷都拍給他 台灣人瘋 台灣人特別 可是他在紐約欸 你知道紐約不可以 不是 你想想看 你在信義區 你看到那些店 他會有寫音嗎 欸 好問題欸 沒有啊 也是啦齁 你的意思是說 我家很 鄉下 我家很低俗 對不對 不是不是 我覺得這跟城市的發展有關 這跟城市的發展可能比較有關 所以 所以 諧音就是不得出現在城市 沒有沒有 所以諧音是一種很親民的東西 那城市就是冷冰冰呢 對 城市就是要那種 所以要高大上啦 對就是要那種 愛情喜劇 LPC 這一種概念 喔 我沒有 我沒有在湊 我沒有在湊 我只是說他的概念想法 會比較match 在那邊的形象 對不對 所以感覺上 你就會覺得在 信義區連演 四十場的LPC 是walk的 但連演四十場的兇仔 可能還是不行的 可能不行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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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行 應該真的不行 他覺得我們好低俗 照你這樣講 建案不應該有這麼多雙關 因為建案是一個 但是如果他是雙關 他如果是往一個很 就是好的 高大上的雙關 就是還是好的 很少弄到很開玩笑的 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就是 針對群眾在做宣傳 他要賣給哪一些族群 他就會選字啊 對啊 比如說最低首富 只要四百多萬 他的名字可能就 真的會開那種 真的很雙關的雙關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有 算過他們的目標 和target是什麼 但我以為台灣人也是很喜歡拿名字去算筆劃 所以也許有時候建案是跟筆劃有關的 誰知道 所以我可以提供一個 因為我有追蹤一個帳號 他專門收集各種諧音的東西 是 建案被他專門開一個資料 真的喔 對 有一個高雄南紫區的一個建案 叫南紫漢 高雄人真幽默啊 他多少錢 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他拼起來 南紫漢還是個正面的 正面師他沒辦法隨便亂取 有一件叫雙板大斧 那是很大的斧 對不對 取這個名字真的是有點風險 因為你不知道球員什麼時候會過去 阿那是在哪裡 這個我不知道 板橋 板橋 我早年看過的 就是你們知道中島廚房這個東西 想說每一戶都有中島廚房 這個竟然叫他媽的中島美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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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至少聽起來是不錯的啊 就是中島美家 中島美幻的家 對啦對啦 說得通啦 中文說得通啦 就是有一個有趣但意思也不錯 對對對 男子漢也是有趣意思不錯 對對對 有一個叫台姓陳奕迅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陳奕迅 欸你 欸你住哪啊 我住陳奕迅啊 我跟陳奕迅住 欸這樣坦白講 你如果真的是他叫陳奕迅 我會有點不太敢買 哈哈哈哈 真的會不敢買欸 因為好怪喔 因為覺得在靜安在開玩笑這樣子 我在陳奕迅的體內 對 他是在哪裡的靜安 我查一下 你查一下我很好奇 因為我怕那個房子那個 蓋房子不是用一般的用料 是用銷料 哈哈哈哈哈哈哈 用銷料蓋房子 欸那感覺很開心欸 對啊 聽起來很棒欸 對不對 House of happiness 心電區 真的假的 陳奕迅欸 心電欸 心電陳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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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另外一個邏輯是 他會用名人來表示說這個是那個名人 比如說林志玲的家 喔 你就會覺得喔 他是高級的 因為林志玲會選的房子 你懂我意思嗎 喔 也有一個往名人去的那個方向 宣布名人 那有一個 有一個建案叫 單上優雅 哈哈哈哈 也是名人啊 哈哈哈 但他的整個 等一下他的整個 怎麼他連組織也都是粉紅色的 五三八萬對不對 他是要賣手 幾坪 29到35坪 在哪裡 這應該很 這很便宜欸 29到35才530多欸 這可能不是台北 啊 這一定不是台北 大雅 台中嗎 台中大雅 欸 可是 那真的是 大雅還有這麼便宜的喔 對啊 因為連我家那個攝頭 都漲幾萬七八糟 對啊 我們還有三十幾坪的 還有五百多萬 那這樣一坪是多少錢 十來萬 進跑去買囉 大雅有點遠 那這應該叫無傷大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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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我們下次做一個主題 就是把人家改建案名字 那個那個 哈哈哈哈 如果你真是五坪的話 你一坪只15萬 好便喔 太便了吧 但那個是最近的嗎 這敢不是最近欸 應該不是 因為生辣喔 可是你真的也是要看大雅 在哪一區阿 其实我不太清楚 我只在台中 因为大雅已经算是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台中 真的喔 就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到 大雅 OK 但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边来 谐音救地球 对 台湾 我们在想说谐音有没有办法到全世界去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那个笑容真的是 你必须是 这种感觉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是在看 有时候在看一些日本的动画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 你也自己在下面震动 一些老头子 在那边讲一些 什么棉被飞走了 这些日文的谐音笑话 听不懂 对啊 这听不懂 一些人可能他俩或者是 柯南电影版 每次都有一个阿丽博士的谜语 它好像都跟谐音有关 所以我都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很可惜 你也你刚才笑什么 他有一个 他这个谐音笑话 还有一个资料夹叫名人系列 然后呢 你看到了什么 比方说就是 我锅内的就是郭台铭 电文派叫达尔文 达尔文 真的可以 好好笑 以后朗读这个就好了 不用做拍照 对真的 好好笑 我觉得叫具力声冷笑话 也很可以 周绝伦 周绝伦 吃粥的 卖粥的 张会灭 有张会灭是那个 那个蟑螂的那个 还有一个旅馆叫村上村树 好好笑 好好笑 他们还是有救了 至少我们很会自视于愚人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要开一家店 你要玩一个闲销 然后就真的把它当店名 也是要有一定的勇气 真的需要 要踩下去 要踩下去 因为毕竟开了个玩笑 在店名上 我们很怕人家觉得 我在做这个行业 在开玩笑 讲什么 你们专门不就在做这样的事吗 没有啊 我们是黄奸豪 跟肖东一的排演科学分 好笑排演 你们的好笑 完全没有要传达好笑的意思 没有啊 神经的好笑 我们是好笑 但确实会有人说 确实会有人说好笑排演 对啊 会有人说是好笑排演 对啊 你们是好笑排演 但我们想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没有往这方向想 好笑都没有啊 我们没有想到好笑 只有想到好笑 好笑啦 好笑啦 好笑也是 我们不会说自己好笑 因为好笑 两个字本来就是好笑啊 好笑不是好笑吧 好笑不是好笑呢 好笑是胡说啊 对啊 是胡说的台语啊 对啊 听到你在好笑 对啊 这个概念是这样 对啊 所以就是要懂台语的 可能才会知道 就台语谐音啦 对 台语谐音 对啊 所以一些 之前介绍给一些长辈的时候 应该好笑 对啊 我们就是好笑 我们都直接说我们是在好笑 他说你们是好笑排演 不是我们是好笑 好笑排演 我们都在好笑 我们都拔虚都好笑 所以果然是谐音构成的剧团 没错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剧团 是在开玩笑吗 没错 有笑料构成的剧团 难怪票都不好卖 你卖这个票 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们做这个是在好笑 好笑才开心啊 对不对 这要怎么收尾啊 我们今天怎么收尾啊 收不回来 而且我们这一集有组 为什么后面感觉很快就过了 我们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一集在讲什么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讲太多谐音好了 对 脑袋都坏了 脑袋都坏了 对啊 脑袋整个思路都已经被截断了 被制约 对啊 就只会想要听到更多 对啊 这好像毒品 毒品了 真的是毒品了 对啊 好可怕 再给我 这是语言大马 再给我 你也在笑什么 你再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记忆查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从28分钟的时候 就开始讲学习 现在已经46分钟了 天呐 讲不开20分钟了 太可怕了 没关系 好各位 没关系 这一集就是讲 第七集 好不好 你们会记得第七集的 第七集要讲的就是 你要台积电还是要K-POP 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 我要见好 我会坚韧 下次再见 拜拜